穿着红色上衣的男子 带着警方在偏僻位置 找到一把犯罪柴刀 而这把刀不久前 被男子持刀追砍自己的老父亲 21号凌晨 男子和父亲在家 疑似hold了酒之后 和父亲为了看电视转台问题 起了口角 没想到儿子行为失控 持刀砍覆 遭砍的老父亲满身嗜血 冲出家门 附近邻居见状吓坏了 连忙报警处理 儿子一刀砍到老父亲头顶 当场头破血流 严重刀伤送医急救 封了物针才出院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已经回到家中休息 但因为下手的是自己儿子 老父亲表示不愿提告 虽然老父亲不愿提告亲生儿子 但尺导砍人属于公诉罪 警方还是依伤害直系 尊亲属罪 将男子送办 结果真皇室云 高雄报道